随着眼下这场疫情的愈演愈烈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 都在依赖中国生产的医疗用品 维持防疫战线 但在这种高度的依赖背后 总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声音 就在3月29号 菲律宾卫生部发布公告 专门对有关质疑中国援助 事迹质量一事做出澄清 称中国产品毫无问题 非方愿向中方道歉 并再次感谢 截至3月29号17时 菲律宾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数量 达到1418例 相比前一日暴增343例 标志着这个东南亚小国 也终于开始进入疫情爆发期 但鉴于菲律宾的公共医疗能力究竟如何 全世界都一进二出 于是早在3月17号 也就是菲律宾的新冠确诊数量 含仅有140例的时候 中国就主动向非方捐赠了 2000份病毒检测试剂 当时非方还向中国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但到了3月28号 菲律宾卫生部副部长 马利亚 罗萨里奥 维尔吉雷突然对外界表示 与世卫组织的检测试剂盒相比 中国发往菲律宾的某些检测试剂盒的准确性 仅达到40% 由于准确率太低 菲律宾卫生部没有使用它们 而是进行了封存 消息一出 自然是激起千层浪 在28号当天 中国驻非大使馆对此高度重视 立即与非卫生部进行了认真核实 结果非卫生部的反馈也非常搞笑 他们称中国7亿原非的核酸检测试剂盒质量都非常好 不存在任何准确度问题 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相关国际标准 很显然 这前后矛盾的消息 让所有人一时间都陷入了凌乱中 在经过一天的深入调查后 才发现 原来是非卫生部闹了一个大乌龙 从3月17号到现在 中国向非方提供的是2000人份华大基因公司 和10万份盛乡公司的核酸检测试剂盒 而这些试剂盒的表现都非常好 至于非卫生部副部长在28号提到的 准确率只有40%的 是另一个品牌的试剂盒 但该品牌试剂盒是由一个私人基金会捐赠的 与中国政府官方完全无关 无独有偶 就在前几日 西班牙也发生了类似的假货风波 因为据西班牙数家媒体报道 西班牙新进从中国采购的一批 由深圳易瑞生物生产的 新冠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 结果不精确 按要求试剂盒的精确度应超过80% 但这批试剂盒仅为30% 由于此事恰逢西班牙宣布 将花费4.32亿欧元向中国购买医疗物资 该事件在西班牙网络上立刻引起极大关注 在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 西班牙政府设施企业的共同调查下 才发现这其实也是一个大乌龙 首先这家易瑞生物并不在中国商务部 已向西班牙提供的医疗设备销售企业名单中 且尚未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销售许可 但该企业却获得了CE欧盟认证 西班牙政府是通过本国一家供应商 自行从该公司采购的 其次据易瑞公司声称 在与西班牙当地医院进行沟通后发现 原来这些当地医生压根就没有看使用说明书 就开始操作 这才导致样本准确度下降 在误会澄清后 西班牙政府已决定更换新批次产品 并将继续执行与易瑞生物的合同 菲律宾政府则更加实在 在发现其中的错误后 菲律宾卫生部官方立刻在29号发布了一份澄清公告 表示中国政府捐赠的检测试剂盒 为非政府快速应对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检测水平与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试剂盒相当 菲律宾政府无需单独购买其他试剂盒 菲方表示有必要对该品牌的试剂盒进行后续验证 但非各方都同意继续使用华大基因和盛香核酸检测试剂盒 菲方对于先前发布的公告造成的误解表示歉意 最后菲律宾卫生部长杜凯还专门用短信 回复我驻飞大使馆 称中国捐赠的检测试剂没有任何问题 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再次感谢中国政府的援助 对此我们想说的是 无论是作为捐助方的中国 还是受助方的外国 在这次疫情面前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在合作中出现一些小误会是完全正常的 但只要中外双方都饱含诚意坦诚相待 这点小误会显然并不会影响双方的合作大局 就像此次西班牙与菲律宾的乌龙事件一样 出现问题不可怕 只要双方及时沟通 再大的问题都能及时化解 中国援助各国的心情是真诚的 借此也要警告某些别有用心 对继续物名化攻击中国之人 这点小伎俩根本不会干扰中外携手合作抗议大局 更不会击垮由共患难交注出来的 中国其他国家的友谊 董军帝只服务于爱军事的你 下期节目再见